可以把试题需求部分做出来 那做出来之后的话呢 再来就是试题里面有一些要求 将来如果你这一题做完之后 那将来考试你们的试卷上面会有一些相关的说明 比如说我们今天要绞交 那因为我们要最后要存成JVA01 跟JVA01.jama跟.class挡这两个 那怎么样绞交特别注意 这个地方还蛮重要的 因为如果你lose掉的话 可能就会就会没办法评到满分 甚至没有分数 因为你要绞交的话 利用那个测验系统产生的话 它会在你的C碟底下 产生有一个那个ns.csf的资料夹 就这一个 那将来呢 我们的coli端的程式会把这里面 这个资料夹里面的两个题目 两个资料夹call回去 所以呢 它会自动产生两个资料夹 一个是JVD01 JVD02 那我们将来呢 里面就要把那个.java档 跟.class档放在这里面 那我们做的这个题目 是在Java的工作区里面 那我刚刚有产生 一个这个TQC底线Java的专案 那我的.java档在source.src里面 .class档在bin里面 所以呢 如果要把它搬过去的话 你可以打开 里面的话会有.java档 你可以把它先搬过去 council键按住好了 把它复制过去 第一个就进过来了 .class档的话 因为我有跑过 所以它会有个.class档 把它搬过来 复制一下 council键按住 然后再来什么 里面一下 特别注意哦 题目如果要求什么名称 你们就照那个名称 JVA 如果是JVA的话 你就JVA01 好 这边把它里面一下 这样的话呢 才完成我们的那个考试的最重要流程 因为如果你这动作做错的话 基本上他就 如果你没有call过来 还在你的桌面上 很抱歉 你做的等于白做了 第二个 第二个是说 如果你没有call过来的话 你有call过来 可是名称没有改的话 很抱歉 可能 那个也没有分数 为什么 因为他找不到这个题目 或者你名称错误 很抱歉 他也算你没有做正确作答 可能会扣分 或者是说甚至不给你分数 所以这一点要特别的注意 那这个是考试流程 注意事项 OK 那这个部分的话 我想各位也可以练习看看 就是在你的C点底下 建立一个 那个NS 你CSF 里面有两个资料价 把它call过来就可以 那有两题 第一题跟第二题 好 那等一下的话呢 这一题我想大概是这样的 其他方法 各位可以再想想看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像这个07 你除了用那个补零之外 在那个 我们Jama里面有个类别 叫Decimal Format 你也可以用format Decimal Format 它也可以格式化自动补零 不过可能就比较麻烦你 Decimal Format 大概就要import一个类别 OK 好 那等一下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102 102这一题 那102这一题的话 各位稍微看一下 基本上就是显示 时间而已 来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来